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事實上在昨天 我們知道OTC指數 昨天創新高 但今天你看到了很多的 很神奇的股票 就是昨天創新高的股票 事實上投資朋友 你就追嘛 對不對 我說真的 那一些分析師 那些同業們 每天一定要有漲停板的同業們 投資朋友 請你看清楚 这家公司昨天漲停板 今天跌停板 對不對 我們會員的惠特 昨天盤中漲停板 今天跌8.28% 昨天所有人 包括我都在講 創意 但是其實我們創意 大概從300多塊 講到現在了 對不對 昨天所有人都有創意 好開心 對不對 因為創意昨天 一大早漲停板 結果咧 隔日沖的 噼哩啪啦沖下來 好慘好慘好慘 對不對 那我也跟投資朋友講 其實你為什麼要昨天才買這些股票 我請問你 你去怪德維幹嘛 人家德維從六七十塊漲到300塊 你到320才願意買 你根本是自找死路嘛 你為什麼不敢再低檔布局呢 所以我說你的方法不正確 對不對 甚至包括 我也跟大家講 這個禮拜最有趣的梗圖就這個 還好我看到梗圖 趕快賣掉 投資朋友 12月10日 對不對 12月10日的梗圖 我跟大家講 人家傳給我看 我二話不說 對不對 我把名字遮掉了 因為我不知道是誰 對不對 我也不認識他 對不對 不知道是誰 敲完敦泰 對不對 今天朋友開玩笑說 他現在都說細創 敦泰不講 對不對 去敲航運股 航運股他知道 大家知道10月初全部停損了 5天前就開始敲滑航 滑航從他敲完之後 股價也沒漲了 對不對 然後呢 還好光照門還沒開 我們趕快怎麼樣 投資朋友 我們趕快建議會員扣利了解 對不對 感謝啦 好不好 有買得下 沒買感謝 投資朋友 沒有跌多少 但是還是跌 對不對 獲利了結在12月10日 沒有跌多少 但還是跌 奇怪了 為什麼先前你不買 我也搞不懂 這就是你們的方法有錯 對不對 今天朋友傳給我這個東西 內局無必心 這我學弟 對不對 你看 他說思念總在分手後 他說啊 他支援賣掉了 對不對 支援賣掉了後才漲 對不對 思念總在分手後 賣掉後噴出 對不對 講得好 其實說真的現在動不動 都會點到他的 昨天我跟朋友吃飯 他說 哎 冠青怎麼都很少看到 你的廣告 我說不是很少看到 我沒有花任何一毛錢打廣告 如果你有看到我的廣告 那肯定是仿冒的 我沒有做到那麼划送虛蟲 對不對 沒有必要 我的節目你愛看就看 不看就算了 對不對 我也跟大家講嘛 相較之下 我的學弟的節目相當有娛樂性啊 你看 思念總在分手後 我不知道有沒有唱歌我不知道 這今天朋友傳給我的 對不對 讓我想到前一陣子 我的好朋友王文良 寫了這麼一段 對不對 他說怎麼樣 他說 有一個分析師啊 宣稱自己全市場操作績效第一名 結果航運股追在最高點 然後呢 又買敦胎又買聯羊 先說航運股沒救了 又放棄分析航運股 對不對 然後呢 又追高資源 對不對 然後呢 他說這個人根本沒買 沒買資源 後來他鄭重提出道歉 他說呢 這個人有買資源 就這樣子 我說結果是怎麼樣 可能是該買的買 該賣的賣嘛 對不對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 不好意思直接問王文良 你到底講誰 我不曉得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對不對 曾成這樣幹嘛 無恥必要啊 就像我講的 強貌很好 你買在125幹嘛 對不對 你的方法不對嘛 你為什麼50元不買 我是沒有賣到最高點 但是我50元 對不對 50元買了 建測 你為什麼 六七十塊不買 一百多塊不買 兩百多塊不買 甚至三百元以下不買 你要去追在四百四十 四百三四十塊 我請問你 建測真的很好 但是我請問各位投資朋友 你有必要去追在四百四十四百三嗎 你有必要嗎 對不對 而且我做人真的很好 不過讓出一些建測 讓你們想要追在四百多塊的人去買 我們長期性在操作建測 對不對 非常長期的操作 但是我也跟投資朋友講 現在你看建測本益比 51倍 但是如果你用明年的本益比來看的話 可能大概15倍16倍而已 你說你怎麼知道 投資朋友 我怎麼會不知道 我怎麼會不知道 對不對 甚至我也跟大家講 如果他成為軍熱片的龍頭大廠 那本益比啊 給他40倍都可以 我跟你講 給40倍的話我個人估計啊 對不對 我個人估計 股價可能就上千了 但是有沒有這個可能 我說真的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利於不敗之地 我根本沒在擔心 對不對 我根本沒在擔心的嘛 好不好 我朋友 我今天唯一的兩通扣 你今天沒什麼好扣的 明天就要公投了 公投之前 你幹嘛去賭公投會過不會過 我請問你 對不對 就像這一次的防疫 我個人覺得陳時中做得很好 對不對 我的老師賴士寶 就差每天罵而已嘛 一直罵一直罵一直罵 從這個機組員什麼什麼 什麼3加7啊 3加11開始一直罵罵罵 每天一直罵 對不對 有人覺得做很爛 我今天告訴我的會員 很簡單 我的指導方針是什麼 公投你也不用去看 看到底什麼藻礁三階啦 對不對 什麼反核四 核四要不要重啟啦 什麼公投要不要綁大選 什麼等等那些 全部都去看 你都不用去看了 如果你今天覺得執政黨做得很好 你股票有賺到錢的 記得去投四個不同意 都投不同意哦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執政黨做很爛 你股票賠很多錢 你買航運股套一屁股 你買你買什麼 對不對 你買蓮陽 你買這個什麼 對不對 你買蓮陽 你買義龍店 你買敦泰 輸到爆炸了 你買大宋王朝 哇 全家都送人了 你就去投同意 就這麼簡單嘛 不用判斷了 這四個東西什麼 投票指南 時代力量什麼 三個不同意一個同意 民眾黨什麼三個同意一個不同意 不用看那麼嚴重 對不對 你覺得你股票有賺錢 政府執政的不錯 防疫效果不錯 投資朋友 四個不同意嘛 你覺得 這個台灣就像 賴市保委員講那個樣子 賴火寶 爛透了 我們要跟中國共同富裕 你就去投四個同意 這麼簡單 不用去判斷了 好不好 第一通科訊 我告訴你 惠特快要跌停了 我看的是很幹狗啊 但是沒有辦法 對不對 可憐的不是我 我們會員成本夠低了 可憐的是昨天追高的投資人 我說我們成本低 我續報 你不爽 你可以在跌停板掛好 有跌停加碼一點 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 投資朋友 他目前為止 如果用收到的訂金回推 他訂單量是53億 我也跟大家講過 他只要每個月賺超過5 每個月的營收5億以上 他單記 他單記EPS 就超過將近4塊錢 就將近5塊錢了 是不是跟你保障明年20元了 幾乎了 對不對 幾乎保障了 那你看你要怎麼給他本益比 但是你昨天這樣貿然鎖完漲停板 今天把他砍了跟豬頭一樣 你不要以為他們賠錢 他們一定賺錢的 一邊砍一邊放空啊 對不對 砍完之後 在收盤錢再怎麼樣 看你 欸 把他試駕給他放起來 就這樣子而已嘛 但是你為什麼要昨天 再跟大家追惠特呢 為什麼 因為你看他很強嘛 對不對 你看他很強嘛 還好我都有跟大家講 沒有必要追 真的沒有必要追 明年很好 拉回 有的是機會 如果買不到 那是無緣嘛 對不對 投資長不是跟你講 對不對 十年總在分手 那就這樣嘛 好不好 都跟你講了 對不對 都跟你講了 我在今天告訴我的會員 這是在1點17分 我說其實PMIC真的很好 像茂達 我昨天有一組會員 獲利一半在接近漲停板 對不對 下週有機會 我們再來買 偉權店 通家 這些都有回檔 我都想找機會買 但是呢 我等公投後再說 為什麼這麼想 因為勵志如果真的上千的話 這些股票不會寂寞的 你不要忘記了 當初我告訴你 AES會上千 你不相信 現在多少錢 各位朋友 今天應該是跌吧 今天1560元 我也跟大家講過嘛 對不對 它的股價已經超過續准了 所以你看到 成交量是很小沒有錯 但是你如果當初買在400塊 你是不是輕輕鬆鬆一張 給他賺了100萬 開心得不得了 對不對 你不用感謝我 但是我有告訴你了 對不對 我已經告訴你了 當然今天漲的是這種股票 不瞞你說 會員沒有 對不對 這一檔叫南訪 越南甲動率蠻窄 但是我今天一看盤 我就知道要漲這種股票 我連線跟大家講南訪 我講大國鋼 對不對 為什麼講大國鋼 投資朋友去注意到 為什麼不講大成鋼 你跟蔡總有仇 不是啦 因為大成鋼 投信沒有買 大國鋼投信卻是意外的 連續兩天大敲了3800多張 這真的很怪 對不對 幹嘛那麼認真敲大國鋼 是不是後面有好事要發生啊 那南訪呢 這兩天投信要買將近6000張嘛 這你都看得懂吧 所以當電子股不強 就會有資金往下找到這些什麼 這些比較便宜的股票 沒有錯吧 對不對 也包括昨天我們是告訴大家 我說金鴻漲停之後 你要留意到一檔股票 叫做天玉 你說金鴻 ESL的趨龍IC做很好 等等的怎麼樣 但是其實 原太的彩色電子書的 彩色電子的驅動IC啊 是天玉做的 對不對 今天人家去鎖 鎖金鴻的今天沒辦法了 對不對 今天反而是天玉上來了 這都跟大家報告過了 信不信有你嘛 對不對 信不信有你 這種來回的比價效應 我也跟大家講過什麼 瑞鼎跟 瑞域 瑞鼎跟連勇嘛 對不對 瑞鼎跟連勇 這也是你值得注意的重點啊 瑞鼎要近拍了 通常近拍前會先壓價 這沒有什麼話講 因為大家想要拍低一點 對不對 我昨天看到群益建議拍價是多少 好像是500到600多 那蝦 蝦上衣 蚵蛙寒急 你就不如不要寫了 對不對 那在 那在瑞鼎還沒掛牌之前 我告訴你 一定有機會雨露均沾 對不對 我講過了 連勇 細創天域嘛 我特別沒有列敦泰 為什麼 我告訴你 因為敦泰老闆自己說 未來兩劑毛利畢不看好嘛 我不是不喜歡敦泰 是他老闆自己講的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講的嘛 勵志會帶動誰 茂達嘛 對不對 這三檔股票 我們當初講過 他們掛牌之後 法人一定拚命買 拚命買 你等著看 等著看 好不好 不要說我沒講 那掛牌之前 瑞鼎現在剛好在壓價的時候 他就把空間這樣出來 這幾天 對不對 聯勇這幾天表現很好啊 沒有錯吧 今天盤那麼 今天盤 跌電子股 聯勇才跌3塊錢 投資朋友 細創今天還漲這麼多 對不對 還漲了8塊錢 對不對 4961的天玉 是不是剛好都列到 今天漲了3.5元 天玉的股價 到底跟金鴻比起來 應該誰高誰低 其實我認為天玉應該要高一點點 不過 開心就好了嘛 我希望所有人都賺到錢 對不對 只要有賺到錢 就是王道 我們寫的 方法正確才有效嘛 對不對 你頭痛 你頭痛 結果你怎麼樣 你吃肚子痛的藥 你胃痛 對不對 胃痛結果你吃什麼 你吃牙痛的藥 那有用嗎 一點用都沒有 很可能還怎麼樣 藥到命儲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投資朋友 你看 今天最新的 大模 對不對 小屁孩 不要不好意思 這個 某 炎智天的這個 最新報告 Driver IC 對不對 他告訴你呢 是不是要開始反彈了 他說沒有 他說沒有 他說這些價格都算在裡面了 對不對 投資朋友 繼續 UW Underweight 目標價繼續看313元 他覺得沒什麼 對 他覺得沒什麼 對不對 請你記得 如果你有投票權 欸 這不是投票 這不是投票 投票算了 2021這不是投票 反正如果有投票 投什麼 明信分析師的 對不對 記得把它投個 對不對 不要投給他了 真的是都亂寫 你知道嗎 真的都是亂寫一通 好不好 313 結果咧 你發現了什麼 投資朋友 上面沒有寫錯吧 台灣摩根史丹利 他們的經濟部門 你說不是公司買 我也不知道不是公司買的 對不對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他們每天都看好 他們每天出報告就看好 世新嘛 就是這樣子嘛 投資朋友 請你看清楚 最近到底是在買聯勇 還是在賣聯勇 有沒有看到 12月1日以來 只有三天賣超 而且都是賣幾百張的 賣幾百張啊 當初那個414報告出來之後 真的聯勇重挫 結果你發現到大摩也在買聯勇 據說是空單回補 所以這些報告 你還要信他們嗎 我說真的 我也沒什麼好信的 對不對 投資朋友 那常見的方向 我還是跟大家講 其實今天這新聞一出來的時候 開盤 信心手勢很強 但是怎麼樣 大盤說真的 殺身籠籠啊 他還是翻黑了 對不對 我朋友每天都想空信心 我說你不用看我的面子 你空就對了 好不好 你空就對了 贏了 你也不用請我吃飯 輸了 那不是很正常嗎 都不用 我們是看一個中長線 不是看一兩天 你要做當沖隔日沖 OK的 投資朋友 你今天當沖信心 你看到他高 你把它沾下去 我們現在用一句話 用一句英文叫Suck S-U-C-K 這字不太好聽 對不對 你把它沖下去 對不對 好像沖下去 那種感覺 你不爽就 空信心嘛 對不對 你不爽就空什麼 空景碩啊 景碩不是很爛嗎 你們覺得景碩很爛嗎 你們就空景碩好了 對不對 再不爽就空我的王牌南電 好不好 都給你空 我希望你都有賺錢 賺錢也不用拿來請我吃飯 但是我告訴你 這些公司長線方向 他們敢花那麼多錢 在做資本支出 後面一定是非常看好 這種是送分體的 對不對 不管去哪邊花錢 而且有賺很多錢 才有辦法花很多錢資本支出啊 請你看清楚 星星今天這個公告 對不對 事實上今年我在業界是聽說 星星跟南電 ABF載板啊 需求真的是相當相當的強 對不對 還有一個原因是為什麼 台積電的關係啊 台積電的先進製程 現在啊 最先使用台積電的先進封裝製程的 叫什麼 蘋果的M1晶片 據說效果非常好 而且在測試的時候 發現到什麼事你知道嗎 蘋果的測試研發 測試的主管啊 發現奇怪 電池的燈是不是壞掉了 那這就要什麼意思嗎 他覺得很神奇 測了半天 還有電耶 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 先進封裝製程裡面 對不對 先進製程 應該說先進製程裡面啊 這些什麼COWAS 這些什麼 什麼什麼 Chip on 什麼Chip on Waver Wave on Waver裡面 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ABF載板 那台積電呢 事實上 跟星星的關係 是比跟南電關係還要好 但你也不要說跟南電關係不好 那你說它景碩怎麼辦 我告訴你 景碩跟輝達關係也很好 對不對 其實這個媒體上都看得到 我就不多講了 景碩跟蘋果關係更好 就這樣子嘛 對不對 這三張股票 都很OK 表現不好沒關係 你要放空我也沒有意見 對不對 我的股票隨便你做 好不好 能賺錢它就是王道 賺不到錢 對不對 那不是輪銷為算了 好不好 這給大家看就好 那 星星你看 12月16日又公告了 這個61億的資本支出 我在昨天 股市現場講的 只到61億之前 對不對 只到了61億之前 因為 這昨天才公告的 他昨天 昨天還告訴你 有300億要投在哪裡 投在這個 桃園 對不對 洋美廠 投在洋美廠 現在怎麼樣 又要增加 追加61.28億的預算 投資朋友 雖然我不是叫你現在去買 因為我們成本太低了 這一次的成本是125元 但是我告訴你 常見方向對了 對不對 我之前講過這個故事 然後 好 會計師的時候 我有一個學長 我學長現在已經 在這個 PWC 當合夥人了 我們把名字講算應該沒關係吧 叫田忠玉 田忠玉 你看名字多屌 田忠玉 我記得他是澎湖人 朋友人 他跟我說學弟 我跟你講 考快技是很簡單 我說什麼很簡單 他說 你把目標都擺在榜首 對不對 目標都擺在榜首 就算你有出槌 你可能也是怎麼樣 你也可以考得上 但如果你目標是擺在及格 你只要一出槌 你就考不上了 對不對 目標就放在太陽嘛 對不對 意思就是目標放在太陽 你射歪了可能射到月亮 再射歪一點可能射到 現在就很運氣不好 運氣好就射到馬斯克的那些衛星嘛 對不對 所以你方向正確了 對不對 你管他中間的路怎麼崎嶇 你方向放遠一點嘛 然後你成本夠低 你不是OK了嗎 對不對投資朋友 星星啊 你在怕什麼怕 我昨天在股市場跟大家講了嘛 當初三十塊的星星 我就告訴你 他敢拿兩百多億出來投資 真的是厲害了 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 拿了更多錢出來投資 未來方向 就很遠大啊 什麼三陰星廠啦 揚梅啦 揚梅啦 揚梅有成熟產能在投產呢 等等 這給你自己參考就好了 好不好 對不對 給你自己參考就好了 再來喔 這個 黃沖仁出來罵那些外資 看不懂 他說 滿載啊 訂單多到算不準 他說再出來的時候 就算產能再出來 至少要多少 五到六年 所以 沒有那麼快 那些外資在緊張什麼 其實外資在緊張 還有一點是 擔心 要說要 升息了 明年六月可能要升息了 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還有包括我們看到 在例行人說很好很好 都很好 所以我覺得倒是不用擔心 我們當初講了 這是小模的利基電進出 小模幾乎是買多於賣 那如果成頭至成這麼好 你在擔心什麼 最後一點時間 新聞 稍微講一下就好了 不要害人家以為 我們每天都在講元泰 不是這樣子 今天這個新聞很有意思 元泰西日商 你想說日商 日商 我們知道這個日商 對不對 日本我們知道 新元結役而已 不是啦 日商 這家日商叫做 伊藤宗商市 你說我不知道 什麼叫伊藤宗商市 我為了這一家日商 我幫你找了一些資料告訴你 元泰這次是跟 伊藤宗商市合作 去加入什麼 對不對 去加入電子紙的生態圈 雙方攜手於日本局全球市場 擴大電子應用領域 搶食 綠色商機市場的大筆 這內容自己看 就有什麼元力電子平台啊 什麼什麼等等等等 寫了一大堆 五四三的 對不對 他現在跟伊藤宗商市合作 伊藤宗商市何許人也 都是朋友 巴菲特 之前投資了五家日本商社 五斤 它是其中一家 而且它是最大的一家 這邊有寫 對不對 伊藤宗 頑紅 山林 山井物產 跟駐有商市 他投資了這五家商市 對不對 當然呢 漲最多 股價漲最多的是 頑紅 不過呢 最大家的是什麼 伊藤宗 對不對 伊藤宗商市 是日本商社的霸主 150點的老店 150點的老店 這裡也有提到 其實伊藤宗商市啊 他說 伊藤宗商市 這樣跟另外一家 跟另外一家 跟頑紅 都是伊藤宗財法 經過分割啦 整合啦 什麼等等 弄了半天 所以頑紅 第一名跟第二大都一樣大 都都是伊藤宗 都是伊藤宗財法出來的 對不對 現在的資本呢 是2534億元 集團總員工人數是3萬人 年營業額高達10兆元以上 是日本代表性企業之一 你看到 圓太去跟日本的代表性企業去合作 這樣會不會未來 有很大的 對不對 很大的空間呢 我想應該是會的 最後一點時間囉 對不對 都跟大家講過了吧 大股東回補持股 你在擔心什麼 今天東河鋼鐵盤中差點漲停板 大股東回補這麼久了 原來你不看都不知道 他回補這麼久了 對不對 那大股東回補持股 股價還沒開始漲的 你還不趕快買 你要蹭到漲才會買嗎 那如果股價已經漲了一大段 那就算了嘛 像中光店大股東買很多 哇 那漲到一大段那算了 但是還沒有 還沒有開始漲的股票 你要不要買 不然就會像什麼 就會像東 東剛一樣 你就來不及了 對不對 同時朋友 還是跟大家講這一點 通膨跟升息 不投資的人 最受傷 那你要持續不投資 你也不能怪我 好不好 最後還是跟大家預告一下 直播開始時間 就1點5到2點 對不對 在我的頻道 會計師之股是第一線 那我們官網首播時間是 晚上7點 我希望投資朋友 改一下收視習慣 你如果要晚一點看的 你到我的頻道看 或到官網看都可以 那如果你要早一點看的 也就在我們官網看得到 我講過我的理由是什麼 牛忌同一兆 雞七鳳凰石 對不對 就是 我幹嘛 跟那些阿里不達的 大家混在一起 如果能不擺我們公司 官網的話 我就不要擺了 對不對 大家了解就好了 好不好 即刻救援的計畫 還是提醒大家 把握升息前的最後進場機會 我所謂的升息前 最後派對 你不要到時候 連我們車尾燈都看不到 這些東西 投資朋友 你不要只是欣賞 我希望有一天 你也能夠生利其境 我希望有一天 你有辦法來跟我會員一起大轉 祝大家操作順利 為了 本公司於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感谢观看 声音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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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正常